接下來 浩晨老師要介紹的是第20題 他說 全班有35個人 國英數不及格的人數分別是6個、12個、8個人 國英不及格的是3個人 國數不及格4個人 英數不及格是6個人 三科都不及格是1個人 然後問你說 三科至少有一科不及格是有幾個 那第二個問你說 三科都及格有幾個人 第三個問你說 三科只有數學不及格有幾個人 好 那通常不及格的 如果A是國文不及格 B是英文不及格、C是數學不及格 總共不及格 三個都不及格是1個人 所以在中間 那這個 他說 國英不及格是3個人 所以國語跟英文 這裡應該總共3個 那這裡一個了 所以這裡就兩個 那再來呢 他又說 國數不及格是4個 國數不及格是4個 所以這一塊應該是4個 那這裡一個了 所以這就是3個 然後再來是 英數不及格是6個 好 英 英跟數 這裡不及格應該6個 這裡一個 所以這就5個 好 然後呢 再算這旁邊這3個 那旁邊這3個呢 這個 國語不及格是6個 所以這裡應該6個 那這裡已經加起來6個 所以這裡外面就0個了 好 英文不及格呢 是12個 所以這裡加起來應該是2 那加起來已經8了 所以外面只有4 那18人是數學 所以這裡叫18個 那這裡呢 是9個 所以外面也是9個 加起來的18個 好 那所以呢 第一小題啊 第一小題不理說 那至少有一個不及格的 就是這些通通也不及格了 可能是1顆的 可能是2顆不及格的 3顆不及格 所以反而通加起來 0加4加9 再加上2加3加5 再加上1 這樣總共等於多少 10 20 24個 對 24人 好 所以 至少有一顆不及格的 是24個人 那所以外面是幾個人 外面就是全部都及格的 有幾個人 11個怎麼算 13 15 所以第二小題呢 如果你說全部都及格的 就是全班的人數 扣掉至少有一顆不及格的 是24 那剩下的就是 沒有一顆不 沒有 就是沒有 沒有至少一顆不及格 通通及格啦 通通及格就剩下11個 好 第三個 三顆只有數學不及格 那應該難怪 這個嘛 這個是只有數學不及格 那這個是有數學不及格 還有國文不及格 這個是有數學不及格 還有英文不及格 所以只有外面這個求的 幹部就知道是求 這樣可以嗎 好 給我們聽